竞争对竞争的比较少了 现在不像现在这么泛滥 OK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怎么写 是最好的 我想你可以揣一下 如果说这边这个按钮拿掉的话 诶那程式呢 该怎么撰写 那当然也是一样 我们回到这里 把这个button怎么样 先把它delete掉 不过呢 你如果说还不确定的话 你暂时把它留下来 你先写这边的程式也OK 那怎么样写 特别注意 这个是所谓的事件导向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点两下之后 它会跳出什么 跳出这个click事件 有没有 那我现在已经写好程式在这里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把它先预先写好 它会跳出一个什么 ob1click 对不对 那里面程式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注解起来 我把它取消注解 其实你们以后 假设 要把大量的程式码 做一次性的注解的话 早期是慢慢一个一个按 这个单以后 这个范围的就注解掉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 这是在好像2007以后的 才有的版本 才有的功能 在那个检视里面 会有个工具列 工具列里面这个预设的 这一个叫编辑的工具列 预设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大量注解 或者大量取消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编辑的 工具列叫出来 那叫出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 会跳出一个这个工具列 叫编辑工具列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呢 你这个部分的程式码 暂时不使用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有叫做 使程式行变为注解 把它点下去 那如果要取消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这样的话呢 就很方便 这个功能 这个本来是在单内词里面才有的 那现在呢 它就已经提供给我们 OK 那我把它改成 我刚刚的这个程式 那里面的话呢 我想你这边买array 一样要有 否则的话呢 它不知道你的array在哪里 OK 那这边的话 由大到小 不过这个是注解 它会把它取消掉 这个可能是要注意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由大到小的程式码 把它放过来 OK 那另外的第二个按钮 就是说第二个这个 点两下 那一样会跳到那个ob2click 那一样我把这个地方注解把它取消掉 有没有 这上面的话有一个叫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就有了 对不对 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现在上面有程式 把它改成由小到大按下去 OK 点下去 OK 那其实你点这边也OK 它也是会跑 只是会 等于有点像 这叫化蛇天竹 这边有 这边也有 这个也是很错误的设计 因为一般使用者会觉得 请问到底点哪里比较好呢 这边也可以 那边也可以 最好你不要让他有confused的机会 所以你把这个delete的掉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最后我们终极版就觉得这样OK 那就把它执行起来 这样子点 这样点 感觉还蛮流畅的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